许青也看到了姚云慧,眉头微微一皱,但她今日是陪子玄上先来此,所以不便多说。 而此刻随着走进亭台,其内宫庄女子与盗袍女修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落在许青这里。 尤其是注意到二人是在一把油纸伞下,他们神色不由生起一些好奇,着重打亮起许青来,渐渐墓中有神采一闪而过,笑而不语。 许青沉默,同时感受到了亭台内除摇云会外,其他两位女子的修为。 他们与子玄一样,墓内千丝如星光流淌,是归须一阶。 在许青观察之时,子玄已怜不微动,走入亭台,玩耳一笑。 飞河姐姐,师堂妹妹,好久不见。 宫庄女子与盗袍之女文言巧笑倩兮,前者笑看子玄,后者美目依旧打亮许青,红唇微起,传出奄然笑声。 玄姐姐,这位小朋友是,她是许青,我心仪之人。 子玄落落大方,话语一出,许青有些不知如何开口,她没想到,子玄居然这么直接。 一时之间,许青有些招架不住。 不仅是她,此地宫庄女子与那道袍女修也都神色微动,目中神采更多几分。 唯独姚云慧那里,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失神。 子玄美目扫过两位闺蜜,温婉一笑,示意许青坐在自己身边,随后一直到旁女子,对许青笑盈盈地开口。 许青,这是你李姐姐李师桃,凤行宫的三大知识之一。 这位是你姚姐姐姚飞和,她是姚侯的妹妹。 从始至终,子玄都没去看姚云慧一眼,直接无视。 许青有些心乱,只能神色肃然,抱拳拜见。 李师桃美目眨了眨,眼口一笑,随后戏谑地冲着许青开口。 原来你就是许青,你知道吗?你是我在玄姐姐身边看见的第一个被她如此介绍之人,快告诉我们,你是怎么让玄姐姐如此心动的呢? 身穿宫装的姚飞和,明显性子要比李师桃稳重,此刻并未开着许青的玩笑,而是传出柔和之声。 之前就听说子玄妹妹所在的宗门,出了一个绝世天骄,今日一看更胜传闻。 子玄如此直接地介绍,使得二女对许青兴趣不小,同时也没有摆出高阶修士的姿态,而是失作同辈,不过笑谈之言不可避免。 前几日我们邀约玄姐姐,她总是拒绝,今日才知缘由,原来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。 现在想想,一个月前,她找我们问询,关于皇纪功法荣天公之事,想来也是为许青你准备的咯。 许青文言只能点头,表情凝重,难以放松下来,如做针毡。 实在是一个子玄,就已经让她有所紧张,如今面对她的闺蜜戏谑,不善言谈,且从未有过如此经历的她,就更是不知怎么应对。 而她越是这样,那位凤行宫的李姐姐就更是喜欢捉弄。 咦,小弟弟你怎么不说话呢? 哎呀,玄姐姐,你家许青好腼腆啊。 发现许青有些不知如何开口,于是子玄美目流判见结果闺蜜的话题。 你这些年怎么样,和太古雷迈的陈师兄,如何了? 不要提他。 李师桃叹了口气,目光又落在许青身上。 小弟弟,你身边有没有好朋友,给姐姐介绍一下。 许青文言想了想,点头。 我有个师兄。 紫玄文言顿时咳嗽起来,转移话题目光,扫过姚云慧。 这位是。 若换了其他时候,姚云慧必定不会如此沉默,但今天她姑姑喊她来此,她也知缘由,更没想到自家就连父亲也都要礼让三分的姑姑,竟是那紫玄上仙的密友。 于是心底一探,压下复杂,起身向着紫玄欠身一拜。 云慧见过紫玄上仙,紫玄淡淡点头,看向姚飞河。 姚姐姐,这是何意? 云慧坐视鲁莽,之前有些不对之处,我今天特意喊她过来给你和许青道歉。 姚飞河注意到紫玄对自己称呼有所改变,知道紫玄不喜,于是轻声解释。 她本意是让自家侄女给紫玄道歉,今日看见对方如此介绍许青,顿时明白所有缘由,于是话语也有所改动。 她与李世桃不同,李世桃性格一向跳脱,结交的人物369等都有,但她身为姚侯之妹,对于朋友的质量很是在意。 如此玄,虽宗门偏远,不算什么大势力,但无论心智还是资质都是上家之辈,而这样的人未来多变,你永远不能因其出身而小看,或许一个契机对方就能走到自己也要仰望的程度。 尤其是她深知自己哥哥为了风海郡牺牲了名声,此事又不能对外去说,所以姚家看似庞大,但实际上也是风雨飘摇。 所以,她不能让姚家继续树敌,这也是她为何要化干戈为玉帛的根本原因。 许青这里,她也是这般判断,但对方毕竟还没真正成长起来,未来如何还需观察。 所以,她此刻解释完,目中带着绿色,看向姚云慧。 姚云慧低着头,恍惚间听到姑姑的话语,她向着子玄与许青一拜。 云慧也是个可怜之人,富家早逝,孤儿寡母不容易。 姚飞和望着子玄,轻声道,子玄神色如常,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。 而是梅与木孝坚与姚飞和以及李诗桃谈起过往,三人很快笑声不断。 至于姚云慧,则是在其姑姑的安排下,在旁弹琴,取乐回荡,配合风雨,别有一番韵味。 许青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此表态,她不知子玄上仙与那姚侯之妹的真正关系,所以这件事她此刻不能表露任何倾向。 而实际上对她而言,无论和解与否都不重要,不影响自己的选择。 有机会时,她还是会出手解决了对方母子二人,一了百了。 想到这里,许青目光泛冷,扫了姚云慧一眼,恰好此刻姚云慧也抬头看向许青。 四目相对的一瞬,姚云慧本能避开了目光,琴声微乱。 许青皱起眉头,心底更有诧异,同时警惕大起。 她觉得对方一定又有什么算计之念,于是心底杀意微微起伏,但控制得很好,没有露出丝毫。 就这样,随着时间流逝,黄昏到来时,子玄与两个闺蜜结束了话语,选择了告辞。 临走前,一样离去的李诗桃在杏花阁外,笑盈盈地看向许青,继续打趣。 小弟弟,你之前说要给我介绍你师兄,我可是记住了哦。 许青认真地看着对方,点了点头。 李诗桃心满意足,与子玄挥手,脸不款款,漫不离去。 此刻外面的鱼也停了下来,回分钟的路上,子玄与许青并排前行,微微开口。 这两位是我在郡都算得上还不错的闺蜜,李诗桃看似性格跳脱, 实际上心机不浅,但他做人做事有担当,关键时刻可以信任。 至于姚飞和,他心智远大,不是风海郡能困,且朋友很少。 他虽有功力之心,可做人也有其原则之处, 今日他主动喊姚云慧来和解,你不必因此顾虑, 按照你的原则行事就好。 许青点头,这也是他心底所想。 紫玄不再话语,步伐轻快,心情很不错。 许青随在身边,愉悦色下,二人的身影在身后拉长, 直至到了分钟门口,起了风。 这风里带着寒,那是冬季即将走来的气息。 冬天要来了,秋雨过得好快, 紫玄转身明眸折射月光,月下的他,这一颗格外的美丽。 凝望许青之时,他抬手温柔地帮许青整理了一下风吹的衣巾, 在许青的身体僵直中温婉一笑。 许青,你要快些休息。 他轻声开口,深深地看了许青一眼, 转身走入分钟,背影婀娜间,子群渐远,相逢不在。 后面一路跟随的那些侍女,也都各自向许青倩身,随之走去。 许青站在分钟门前,望着远去的紫玄, 心神回荡对方最后的话语。 许久之后,他点了点头,抱拳一败,转身离去, 并未回剑阁,而是接任务赚取军功。 之后的数日,许青一直在为积累军功而努力, 而日常任务中获取军功最多的当属抓捕通缉犯, 所以大部分通缉犯许青都记了下来, 其中有一个他印象比较深刻, 因为这个通缉犯有个外号, 与他一样都叫小孩。 直至七天后,将军功累计到了一定程度后, 许青去了刑狱寺的第九层, 在那里以不匪的军功, 申请了对丁义区的镇守考核。 这个考核,同时也是丁区族字, 晋升丙区族字的唯一路径。 唯有将丁义区的犯人镇压, 才可以晋升丙区, 具备前往刑狱司八十九层以下的资格。 对于刑狱司而言, 丁区与丙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。 后者神秘莫测, 那里的狱族更为凶残, 修为大都是原因, 任何一个身份与地位都超越丁区族字太多。 所以, 成为丁区狱族, 是所有丁区族字内心最渴望的事情之一。 于是, 许青申请的考核, 立刻就引起了丁区族字的重视。 就这样, 在众多丁区狱族的瞩目中, 许青踏进了位于八十八层的丁义区。 一个时辰后, 随着丁义区的牢门开启, 一个浑身鲜血的身影, 从内一步步蹒跚走出。 正是许青。 他微微气喘, 一条腿瘸了, 走过的路, 鲜血成了肠痕。 手臂也脱臼, 身上伤势极为严重, 伤口众多。 有不少地方身可见骨, 尤其是背后, 有一条从后颈到腰部的巨大伤口, 触目惊心。 更有一道从眉心连到了右侧嘴角的伤痕, 血肉模糊, 此刻还有鲜血滴落。 第一区关押的, 都是万族具备九宫战力金丹。 虽多年的镇压, 使他们自身极为虚弱, 但每一个曾经都是各自族群的天骄巧处, 想要镇压他们, 许青哪怕独尽全开, 可付出的代价依旧不小。 此刻走出, 许青吐出一块咬下的血肉, 抬起头, 看向在外等待的众人, 咧嘴一笑, 都死了。 他身后敞开的第一牢门内, 满地鲜血如血池, 里面没有尸骸。 在独尽之丹下, 所有尸体最终都融化成了血池的一部分。 触目惊心。